黑暗運動23樓掌聲鼓勵 高雄 好久不見的接待中心 熱銷狀況出現在高雄地區 假日一天就有破百組來客訴 讓業務人員忙得很開心 但大家也不是純粹來看房子 桌上一整排的文件 都是簽約訂單 買房子我是看整體性 資金夠了就趕快下手了 一連串的打房政策 把全台房市打入冷宮 只有最近的房貸利率調降 釋出一點善意 自助客出籠回歸實際面 像是學區捷運站 甚至是公園綠地和休閒設施 成了制審關鍵 景氣不好 要找尋找尋什麼樣的標的 第一品牌就非常重要 第二這個環境 有沒有讓你覺得 我住在這個地方我會很開心 第三個這個建築的規格跟品牌 有沒有符合到這樣的一個價位 自助客他需要當然學區 還有附近的周遭的捷運 或是公園設施等等 那這些東西自助客會在意 另外最近台北市調高 房屋構造單價 每年房屋稅和地價稅大增 也影響不少開發商布局 北部建設集團南下推案 也把建築風格相互交流 希望讓消費者有更多比較空間 記者機關航 郭林倩高雄報導